大家好 今天是6月24日 星期五 楊太,我星期四 昨天是放假 不過不是做兄弟 我其實是喝的 他是我的中學同學 基本上中一 認識到現在 這樣 怎樣說呢 因為到了一百年多 其實這些活動 都買少見少 還有 自己身邊的朋友 結婚 年紀不是小 所以這些活動 其實我蠻珍惜的 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你又可以見 一些舊同學 大家可以聊一些近方 因為有時候 那些朋友 可以很交心 但是你不會突然之間 可能 突然間有一天晚上 當你沒有什麼做的時間 現在大家很少 會打給一些 很久沒見的朋友 當然啦 我覺得很多時候 這些關係 這些感情關係 大家不會怎麼變 一見到面 一聊天就會自然 好像 冷靠冷靜 好像去讀書園當朋友 那些 但是你又會突然間 晚上會打給別人的 就是很少 大家都很難聽 有大家的家庭 變成有時候 在這場合 才會見得回 會很開心 甚至乎 大家可能有時候 喝多兩杯 那就更加開心 我昨天都 因為其實喝 還有下午 晚上 我可能會照上班 但是你下午 我去清睡覺 讓自己去休息一下 然後 那下午 也有去喝咖啡 就是 去完結了 中午午午餐 那些 那些 我朋友在中午結婚 結果不結婚 再跟朋友去喝咖啡 挺好的 那就是今天一天 所以昨天 其實 坦白說 真的 沒什麼事情 今天事 又打了上來 今天又再打了 四百多點 上來 這樣 又有趣 整一下 又好像去回 之前 說的 二萬二千五 那個位置 那樣 不過 怎麼說呢 如果市場 你預計 當是短期的時間 如果你憧憬 內地之後 一些政策 會叫做 派堂 或者 優惠 香港這邊的 營商 股市 那些 你當短期 還有機會 再彈一下 還有現在 你見過 市場的氣氛 都真的炒了那些板塊 那 其實 六月份 就做少許檢討 六月份 其實大家 之前有看這段片 甚至乎 記得我提及到的東西 就是 六月份 看好 這個 依然看好 內房 汽車 新能源 這些板塊 其實 有輪流炒過 新能源 第一關炒 先 但是炒了炒 到一些 汽車加內房 我自己 新能源 有隻龍源 然後 汽車有隻敏實 四鹽 之前有一個交代過 我有買到貨 我看有朋友留言 說 龍源 也不知想怎樣 這陣子好像全靜了 這陣子的風電 真的靜了 反正這陣子炒光伏 因為光伏這陣子 反而是多消息 你見到 內地方面的多星龜 那些價格 突然出得很厲害 這個也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突然會這樣 因為 市原 內地其實 大家也知道 光伏 封電 他們會做很多 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 光伏的玻璃 或者光伏的原件 那些要多精龜 那些 那些有很多人做的 那些龜片 很多人做 那些不斷 可能會起很多 生產線去做 那樣 他為了 純粹 滿足光伏玻璃 甚至光伏發展 那些需求 但是 話說 因為光伏的多精龜 其實他本身 有些是 那些上油的 那些 類似的那些 那些是直的 即是silicon 那類似的 你都要做多精龜 那些原材料 就是這些 但是 兩者 原來 生產工序 甚至乎 時間 就有些不同 你要開採過 那些 silicon 的生產線 可能 你要大概十多個月才行 但是 你做多精龜 那些 那些 那些生產線 通常六至八個月 就完成了 那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 當你現在的dc 有的時間 你有生產線 但是你沒有原材料 那問題是 當你生產線有的時間 你又不可以浪費 不可以想到 你不理會 那類似的 你都要搶多些 直回來 即silicon 回來 去做這些 然後變成 令到 那些東西 完全的格格上去 那些出貨的格格 都上去 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這陣子 多精 這陣子 反而上游的 好像你見的 新特寧願 保理科技 那兩者 彈得很厲害 彈得上去 反而風 真的少了消息 但是其實沒有 風電本身的發展 是OK的 所以 農園我都先拿著它 因為始終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會減倉的 例如NC問我 NY問我 會怎樣做 我其實會減 不過 也希望減之餘 每個板塊本身 我都會有一些持貨 那 所以 其實 甚至乎 你覺得車的話 敏實 因為之前比較落後 所以我會選敏實 但是 如果 你問我的話 下一班要買 要選擇的話 反而都是選車股 車股比較直接 尤其是這一集的時間 所以 現在 當作沒有拿著貨 但是 剛剛回顧 檢討 今年 這個月 其實內房我沒有買過 內房 沒有買過 因為之前 因為 手多多 加了一隻 這個 這個 深陸 所以 我突然間 原本打算可以加倉 去 內房的 錢 就變成 316 就枯死了 那 那 那 當然 之後的部署策略上 我剛剛 都和你分享過 我都會 找機會 都會 減倉 還有 之前說過市 即大市 我自己看 就看二萬二千萬 就是反彈的目標 現在 就整整整整 又是到那些位 即現在 真的 差大約 七百多點 又不是 差很多 有沒有機會到呢 或者 有沒有機會 試一試 那些位 當然 看看下星期 看看有沒有 真的 有沒有 一些措施 可以 回到大市的行程 當然 現在 沒有 比較上 沒有 方向 沒有消息 現在 就變成 等 等 等 有沒有 消息 不過呢 如果 以大市的情況 一邊 是好的 如果以現在 A股 甚至乎 內地股市的狀況 是好的 因為始終 你看到資金 都是追蹤個別的板塊 而且 以阿里巴巴 為例 始終是權重股 即是它不差的話 變相之下 你的股市 就差不完 那 還有 但這方面 你看到 外圍的情況 即歐美股市 又是不好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說過的第一彈也好 都不要太過 太過分地樂觀 我覺得現在 應該這樣 總之 到二萬二千五樓上的時間 我就會開始 減榜 那 Winston 也說 這陣子 他 沒有 他 14個多點位置 OK 我想不會跌 跌了 我也覺得 可以再想一想 加不加 真的 這些我不擔心 其實 車 內房 新能源 你只要落後的 真的不怕買 放 那 688 就更加不用管 688 OK 那 這些板塊 當然是 內房加 汽車 各賊受惠的股份 你看到汽車就知道 這陣子已經完全不會跌 這陣子的時間 所以大家有貨的話 就一定是 駕緊它 先 那 Peligmark 對 1263 真的 差 不是 你說 我先見朋友 Evonne 說1263大跌 是否跟Bitcoin有些關係 其實我想說 你這樣說 Bitcoin大跌 對1263的產品 即那些 Dispay卡 是有影響的 還有 因為 其實你現在 預期股價跌下去 這些時間 其實是在反映 可能你說Dispay卡的需求 差的情況 因為 如果你 這個叫做 騰冷瓜瓜冷藤 如果你解釋 原本人 大家搶這些Dispay卡 都是用來掘礦的 那你現在 那些礦 也不用掘礦 對不對 是現在的價格 也可能低過 他們掘礦的成本價 變相 那些人 就不會再買些卡 來掘礦 甚至 將那些 原先掘礦機的Dispay卡 拌出 即使用二手市場的 供應大增 可能令到你說這一批 Dispay卡 好像 你說 1263這些公司 可能 庫存 又會多很多 即會形成一個問題 如果庫存比較多 有機會 可能要減值 這樣做些什麼 但問題 只不過就是 這麼悲 即是 說真的 如果他 沒錯 他有機會 做出你的問題 可能要減值 但只不過就是 如果用他現在的價格去計 現在的價格 其實 他本身是Led Cash 其實 現在的情況 市值大概是20億 20億 現金是20億 我說是淨現金 那他的淨現金 真的有大概20億 你想想 如果這樣算 這樣算 很害怕 是差的 甚至乎 我自己覺得 這個板塊是比較緻 但是 但是 你用回價格 就是去計算 我當他的業績 真是今次 倒到九成也好 那他 他 即是 即是一成 但他現在的價格 這樣計算的話 他的PE 都是10倍 那 那 我又不覺得 即是 現在只有一倍 但是 你10倍也好 也不是我真的貴 那 不過 只不過就是 雖然是什麼 始終他的盤路 是很弱的 即是他本來是很優雅的 所以 當你那些人 你扔出來 等一百公司出來 一百公司直沽下去的話 就可能 因為這樣 可能跌20人30格 所以 其實整件事 這麼無奈 不過 就先拿著他 因為他又高 又不是 真的 我覺得這架 老實實 我都覺得 跌有個泡 那我不怕先拿著 先 讓他再上去 減磅 我覺得 減磅OK的 只不過是否這一刻需要減呢 我就覺得可以先等一會 等一會 繼續看下去 241狂升 沒有這些股份 這些241 什麼6618 這一堆 你升就升得快 跌就跌得急 還有這些板塊 那天 先說 類似外地方面 禁止第三方的藥品銷售 這件事 其實很明顯 好像針對他們 他們這樣 所以 跌狂跌 很正常 不過 前景也是 一般 不過 約股 剛剛今天的時間 這些約股很厲害 你看 那些 媽媽7 1093 都升得這麼厲害 那就 逐隻選 不過 媽媽7 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 每逢一抽高 就配股 雜思 這些我最好忌 所以 小心一點 那 James 最近 律師 都回到去 所以 那時候我買了 我也不會買很多 因為 這些 你問我的話 是要另一種分析的方法 那 我有這個小物的 ETF 有一隻是 糖的 不過 他們的價格 如果跌到去 也好 我現在跌到一成了 不過 我買得真的不多 我買了其實是 幾千元美金 不多 真的很少 那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其實覺得 這類的東西 是一些很專門的東西 等於 股票一樣 你的東西要學很多 那麼 那 那 那些小物 為什麼這一段 我的價格 會對上去呢 因為 因為 市員 那些 小物 就說 因為那些 有些地方 那個 播進 播進的率 就OK的 那些地方 可能因為那些牽涉OK 令它的產量 就OK 就是叫做多 那可能變成這樣 就令到 它的價格 一段 就這樣 但是 但是 糧食這些供應 我始終覺得 有個 有缺口 所以 所以 我暫時都會先拿去 我又覺得 沒什麼 始終是那句 糧食供應 這件事 全球都緊張 我覺得 要拿著一些 當對沖也好 那 小顧問 TSN一定要這樣 我呢 我這樣解釋 給大家聽一下 我等一下 我最後才給大家解釋這件事 因為比較長篇 Barry1919 其實 一等於36是一樣 其實它們 發生什麼事呢 今天 剛剛 因為逢星期五 就會出那個 CCFI 即是中國集裝商的數據 另外 有一個上海的集裝商數據 今天會公布出來 公布了 其實兩個數據 都有一個下跌的情況 不過 是跌很少 是跌了零點幾百分比 其實是一點也不多 但是 你猜猜 為什麼剛剛過了幾天的時間 跌得這麼厲害呢 因為事源 大家還不知道 有些船的合約 類似說 可能船 由中國那邊 或者去美國 可能有一個長途 長期一些 通常這些 可能斷日計 那些叫做租金 話說這一陣子 有些租金 又便宜 好像他們便宜那些長途 什麼意思呢 可能是 我遇到我的船旗 要預訂的 又或者是 我長期要走一條 航線 我要走的 所以 可能會和一些船公司 宣明一些合約 就是一年之後 或者一年內 我去旅行哪一條路線 可能又不高於什麼價 一定過這些位置 其實這件事 對於大家來說 都是一個 叫做保障 但是 所以 當然之前的時間 當我們說 船運的運費 不斷升的時候 有些公司 簽長期的合作協議 所以 船的費用 是便宜一點的 比如說 李強哥是簽長約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價錢不是 一個 叫做 所以 當時 有些公司會簽一個 數 例如說 現價高一點 便宜一點 但是 現在的急降的價 已經跌穿了 這些要長期的合約 所以 有些公司 類似說 直接 毀約 想想之前簽的長期合約 那些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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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願意這樣做 或者 因為這個消息 令到 這一類的 航運股 股價 這幾天的時間 急隊 但是 第一 我的消息 其實好像 沒有這些消息 第二 其實運費格格 這一段的時間 其實都是 那些消息 都真的很波動 很反復 又有好又壞 我自己 暫時還覺得 運費格格 未至於很差 所以這幾個部分 我覺得是有彈的 等於一格格一樣 我覺得是有彈的 但是問題是 彈上去之後 都要減少減榜 因為 問題是 開始那些運費格格 因為 記住一件事 上年的 上半年 運費格格 仍是處於一個 比較高的水平 到底是否高呢 跟現在相比的 都是低的 但是跟再之前的時間 是高的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今年上半年 它的業績表現 都是對版的 下半年的變數很大 因為下半年 其實上年下半年的時間 運費格格格 很強的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有機會就是 可能 今年的第三季的格格 或者上年比的話 會回到一些 但回到的量 未必會很強 所以這個辦法 有些有趣的是 它們的估值 它們的排息能力 可以很高 但是市場是 開始害怕 怕它們無以為計 怕它們的價格 已經頂了 頂了 頂了 我覺得 有機會是頂了 但運費方面 是頂了 但如果 股份上來計算的話 我又覺得 暫時 就不需要太過 擔心 暫時 不過 這些股份 又是那句 上的話 就要小心一點 還是要走這些貨 我剛才問我走貨 其實是 航運板塊 可能我會走些 另外 不過 這次 6月份 那些走勢 是有一點點意外 我也沒有想過 100%8 這樣跌 1月6月3日 這樣跌 這些是 另外有些失算 4月5 4月5 我覺得 它又打得 比較過分 所以這批個月股份 看看它的走勢是怎樣 但有些核心持股 那些我未必要走 那些 譬如是龍園 那些 我覺得又先拿著 830 830 其實又 又價又不覺得 真的會很差 所以 你問我要走的 可能就有一些 我認為 好似 情況轉弱的 有些股份 不過 我都會減一減榜 是啊 現在 現在 現在還沒有蛋糕 我覺得 等它再蛋糕到 22500 才再想 是啊 就是這樣 其實 最主要是這些消息 那兩件事 還有就是 TSM還沒說 不過 之前 我先說 佐丹奴 因為有朋友問我 佐丹奴 那件事怎樣拆 其實很簡單 不需要想到很複雜 就是 簡單來說 就是 有股東 有一個offer 一個8.8 就向全部其他股東 收購股份 那 因為一個8.8 但它又不是銷售化的 它那個 只不過是 全購的建議 如果大家有貨的話 就可以以一個8.8的東西 購買給它 但是 記住 因為它那個持股量 那個叫做 那個上線地位 它不會變的 就是 它都會維持上線地位 所以 變成就是說 那個叫做 那個股數 它會 可能 你當它 要 十分回到自己的地方 那 如果你解釋這些情況 它自己立了 可能解釋 每個股東 都願意給它 那就是 可能它最後 100% 但因為它會維持上線地位 它都會批判股出來 但是 記住這件事就是 一個8.8 是一個 就是一個頂 那 今天已經是升級上這個位 所以 其實也不需要想太多 其實是這麼簡單的事 好了 最後呢 我們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比較長片 所以要解釋一下 芯片行業 因為台積電做了一些芯片行業 其實 這個芯片行業膠刺 我有些叫PCB 即是複銅面板 即是 建造積層板 那些東西 其實是一個 經濟的寒暑表 什麼意思呢 通常經濟好 這些需求 是大的 經濟差的話 它們會第一個反映 在那些 需求方面 就會跌 因為它們很明顯 有一個 啟示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經濟狀況 就開始叫做轉弱 轉差 特別是歐美市場 大家怕會叫做衰退 所以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間 大家自不然 又或者甚至叫做避險的時間 就一定先沽 這批板塊 很簡單的概念 當你經濟弱的時候 電子產品的需求 都有機會是會跌的 現在你什麼都用芯片 什麼都用PCB 簡單來說 你會說 有機會你的需求會跌 所以你的股價會 就是這個意思 甚至乎 像台積電這些 為什麼會再股價更厲害呢 因為大家試想一下 台股 科技股 芯片 就是這些ETF 當大家買得多的時間 好像大家 可能那時候 和ARKK的時間 那些 你自不然 你買得多的ARKK 那ARKK 都要買回一些 相關的股份 所以當你那時候 大家有很多ETF 因為它的時間 變稅很多的基金 都要保持著 買台積電 即是變成這個效應 但是現在 那些錢 由ETF 流走 即是 那些人 可能是套現 甚至乎 基金也是 基金可能有機會 就是 他們要把現金的水平提高 所以 當然一些 權重的股份 它們 一定先沽了 即是 可能減幅的時間 這一隻 都會減的 所以你可以說 今次 台積電的股價跌 是有這些因素 但只不過 這些成不成立呢 我想說回 又說當前的情況 其實 通常經濟互動的差 通常是影響 我剛才的經濟差 會影響到 電子產品的需求 但通常 哪一群會比較多呢 其實是中間那一層 即是中間 甚至乎中下那些 那些影響大 以及 一個行業競爭 通常集中在這些地方 即是大家試想一下 我今早做事務的時間 都說了一件事 譬如中心 華雄門路看這些 它現在正在做那些 它在全球的晶片市場 即是這些晶片市場 因為它們都會做 做一些代工 一個排第五 另一個排第六 都是在全球裡面 而中心排第五 它的市場 大概是5.6% 在全球的晶片行業 我們用銷售 那些市場 但是台積電 多少呢 第一 它的市場是5成多 其實你說台積電 本身的產業鏈 或者產業工業的芯片 你可以說 少至到5納米 大至到 可能20幾30 甚至40納米 都會做的 變成它會狂愷很多的 那些不同的產品 但是它高端那些 佔比越來越多 而高端它是說什麼呢 5納米 7納米 但是這些 做到的公司 其實全球只有兩間 一間是它 一間就是Samsung 所以其實 假設你說 中下端 就是可能 層級比較低那些 它是有影響的 不過 中高端 是幾乎完全沒有影響 因為大家在用手機 就像蘋果 那些厲害的 M狀手機 其實它們用的晶片 是用5納米 7納米的 現在 那3納米 遲些都會出到的 但是你想想 其實這些需求量 就算經濟差也好 影響不大 甚至近年來 因為你有很多 汽車 很多AI Cloud 這些發展 都要用到一些很厲害的 芯片 所以你可以說 你看看 TSM 其實它的業績表現 其實是沒有差過的 它上一季 甚至乎上個月 那個的 速貨量 那些訂單 都還在增長 3-40% 其實是很誇張的 還有一件事 很簡單而已 有一件事就是 它的毛利率 你想想 騰訊這類公司 我們說是科技公司 騰訊的毛利率 大概是三成多的 但是 TSM 說了硬件 它的毛利率 好像是近五成 好像四成多 至五成 你想想 下一間公司 做一個硬件的公司 竟然可以有 四五成的毛利率 其實是一個 挺誇張的事 也發現 它其實是不愁無生意 只不過是 市場本身 對它 對行業的看法 有悲觀 拖累它 TSM 我每天都看它很多資料 有些頻道 每天都會說TSM的事情 我自己會 看消化 所以 對它 其實認識就越來越深 你對它越深的時間 其實你會越來越有信心 當然 大環境是差的 你會掉下去 但是 它真的OK 所以 這一隻 我想我都是長期 投資資選 都有機會 有錢的話 又會增持 這樣 這樣 今天比我的口水比較多 講得比較長 對 今天就是這樣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問 到我留言給我 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拜拜